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籍民代范云提出女性也要跟男性一样服兵役 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网友讽刺看来民进党还嫌输得不够彻底 2022年民进党当局税收超征4500亿元新台币 年前最后一天蔡英文召开安全高层会议 初步规划可以使用3800亿元新台币 但钱要怎么花却没说明白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今日海峡 我是管益 带您来一起来关注新闻 今天是1月1号元旦 走过了不平凡的2022年 我们迎来了崭新的2023年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顺心顺意 新年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 发表了2023年新年贺词 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引发热烈反响 美国侨学界社团联席会共同主席 韦博州立大学中身教授乐陶文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鼓励全国人民 坚持就是胜利 团结就是胜利 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100多年来的争容奋斗时 每一项重大胜利都是在坚持与团结奋斗中取得的 2022年 中国在经济 科技 军事 外交等领域都取得了交人成就 每一项成就都是坚持与团结奋斗的结果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陈建新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话语暖心 祖国成就令人振奋鼓舞 我们坚信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 必将充满活力 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行 意大利罗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陈和平表示 2022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挑战 中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亮眼成绩 海外侨胞为此欢欣鼓舞 海外侨胞将牢记习近平主席的嘱托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积极促进中外民间交流合作 让明天的中国更美好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俊小表示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海峡两岸一家亲 衷心希望两岸同胞凝聚共识 携手并进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将与广大海外侨胞共同努力 为推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不断做出新贡献 澳大利亚全澳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同盟会长前启国说 过去一年 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新的一年 孕育新的希望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 日本多元文化会馆代表刘立生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必将鼓舞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 共同参与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 埃及中华总会会长王培中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充满催人奋进的力量 新的一年 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必将焕发更大的活力 为共筑中国梦戳力奋发 不懈努力 2022年12月31号晚 跨年特别节目 思想2023台海片 邀请福州 北京 台北三地的专家学者 展开热烈讨论 从今天起 今日海峡将截取其中的精华内容 与您共同梳理台海脉动 展望两岸关系 我们首先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有关涉台内容 2022年10月16号至22号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 所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涉台 明镜与您的支持 hvad市场 欢迎订阅 我们erobert 叙 contine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为何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台湾各界和大陆 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展开协商 我们来听听两岸多位专家的精彩观点 为什么要坚持和平统一 我觉得它符合三个有利于 第一个它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个它最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福祉 第三它也是最符合世界发展潮流 因此我们大陆始终坚持以和平统一的方式 来解决台湾问题 当然我反复强调就是说 在我们促进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 两个双反的坚持我们是始终坚持如一的 就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反对外部属于干预 针对台独分裂活动 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用使用国力的方式 因此这里面核心就是两岸能不能 叫相向而行 共同来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 共同来实现两岸统一 国平统一一国两制 它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这样一个战略构想 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海峡两岸的学者包括海外学者 提了不下几十种的统一的构想方案的模式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方案 可以有像一国两制这样的包容性 另外一个最有可行性 是因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它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情况 也充分考虑到统一之后 台湾的这个长治久安 我们那个当时提了四个词 那个来形容一国两制 也就是说它那个是和平的方案 是民主的方案 是善意的方案 是共赢的方案 两岸和平统一了 那防务跟外交的预算 就不需要再去浪费了 而这笔钱如何让台湾人民来自己运用 这个福利如果台湾人民能够享受 那台湾人民就会觉得说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对它来说是有现实上的利益 所以我建议啊 大陆将来对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宣传 要从宏观面慢慢地进入围观面 从比较理想的层面进入现实的层面 那这样子台湾人民接受的程度才会提高 其实呢 和平统一 统一是目的 那么这个统一呢 有两个方式 一个武力 一个和平 我们讲和平 为什么今天和平是实际到了 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 就是两岸的力量悬殊 因为悬殊 所以可以和平 所以这个前提条件是存在的 第二个呢 就这个条件也成熟了 这个条件成熟怎么样呢 指的是大陆方方面面的进步 足以构成统一的诱因 这个要让老百姓知道 2022年12月31号晚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 2023北京新年倒计时活动 在守纲园精彩举办 活动以奋斗新征程 谱写新华章为主题 首次以守纲园多点位联动 呈现一场大型工业遗址 全景式沉浸式光影秀 视觉盛宴 在激动人心的倒数中 0点10分的新年钟声响彻夜空 首纲园灯光璀璨 北京向全世界发出 最真挚的新年问候 来自英国爱丁堡 约旦佩特拉 毛里求斯路易港 乌拉圭埃斯特角 新西兰惠林顿等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城市的市长 也通过视频送来新年祝福 五大洲人民共赢新年 共享喜悦 今年的新年倒计时活动 有新的亮点 首次以守纲园多点位联动 呈现一场大型工业遗址 全景式沉浸式光影秀视觉盛宴 展现了北京传统与时尚 交相辉映的城市魅力 新时代城市更新和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 传递了首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表达了首都北京为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戳力奋发 勇意前行的强大信心 自2011年开始 北京新年倒计时活动 已经相继在天坛 颐和园 巴达岭长城 奥林匹克公园 故宫太庙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永定门和守纲园等地成功举办 成为全球各时区迎新年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北京向全球发出了一张 城市文化旅游名片 在崭新的2023年 北京将继续以魅力无限的城市文化 宽广包容的博大胸怀 和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 携手向前 同心并进 奋斗心真诚 谱写心滑张 王廷伟是福建省首位台胞楼长 平日里他身上总是揣着一大串钥匙 这些都是公寓里的台胞们托付给他的 新年前夕 王廷伟依然每日上下奔忙 热情地帮大家解决问题 而他做的这些杂事看起来微不足道 却让许多出来乍到的台胞们 感受到家的温暖 以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福州这个大家庭 见到王廷伟时 他正在台湾社区的公寓楼里和居民们聊着天 五年前看到大陆广阔的发展前景 王廷伟选择从台湾来到福州 从事培训行业 来到大陆的第一个让我的感觉就非常的惊艳 在求生存发展 创业发展这一块 我觉得是非常有前瞻心的 对于我们这一批的那个所谓的创业年轻人 给予创业补贴啦 就业补贴啦 还有各项的一些行政上面的一些辅导 所以就决定留下在福州这边 福州率先实行在荣就业创业台胞住房保障 推动台胞安居工程建设 2021年7月 福州市出台了在荣就业创业台胞住房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实行 分期分批向台胞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 并实行租金减免优惠 2022年1月至今 135户194名在福州就业创业台胞陆续入住台胞公租房 王廷伟就是福建省首位台胞公寓的楼长 每一天大概就是早上的话 就巡视楼洞里面的一些公共安全梯啊 还有电梯的一些绳索的一些老旧问题啦 还有公共安全的一些消防设施 那还有楼梯间的一些楼道的一个 那个是否畅通 那还有所谓的一些楼道的清洁各方面的一些事物 在台胞公寓的楼里总能够出现王廷伟的身影 大家有什么需要 只要一通电话他就会立刻为大家服务 楼长的这些杂事看起来微不足道 却让许多出来乍到的台胞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王廷伟看来 台胞在此能够安居乐业 他也乐在其中 临近农历新年 王廷伟又开始为就地过年的台胞们策划组织过年期间的活动 希望他们能够在福州过个安心年 会组织楼洞里面的一些住户 留下来在荣的一些住户 那可能是组织他们一些团圆饭等等的一些活动 那这些的一些 因为也碍于疫情的关系 可能就是组织活动的动员可能会少一点点 但是还是不免所谓的过年的气氛 一定要搞出来这样子 对 祝愿2023大家都心想事成大展宏图 为迎接2023年 昨晚台北101大楼上演了豪华的300秒绚烂烟火秀 首度结合雷射光束灯 实现四面360度全展演 而新北市则选择在跨年夜举办跨河烟火 并推出特色活动 与民众一起热闹度过跨年夜 3 2 1 Happy New Year 璀璨烟花火力四射 万众瞩目的台北101烟火 绽放闪耀光芒 迎接2023正式到来 我们看到这样子巨大的翅膀跟光束 从101的顶冠准备展翅高飞 非常令人期待的崭新未来 环环相扣层层绽放 1.6万发烟火接连激发 长达300秒的烟火大秀 首度实现四面360度全展演 七彩烟花结合原创音乐光束灯 打造出全感官沉浸式体验 从每个角度看都能大饱眼福 再把镜头转到新北 2022年最后一天 淡水河上的烟火party准时起航 新北市第二年在淡水河释放跨河烟火 今年盛大举办水陆空派对 其中的水上派对的主题是 喵的烟火邮轮party 将从关渡码头航向海关码头 欣赏璀烟火 新年快乐 在这个跨年的时候 有这么幸福的感受 包括视觉 包括味觉 搭乘邮轮 民众尽情热舞 气氛超级嗨 一路航行到路上主场海关码头 还能跟岸上的摇滚舞台热情互动 而跨年夜的重头戏则是空中主场 渔人码头的跨河烟火秀 这也是今年全台湾最早且最长的烟火 时间长达13分14秒 要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一起来搭乘邮轮 特别去体验在水上来欣赏烟火 在海关码头的部分 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蛮知名 像老王乐团 温地漫步等等 来提供给民众在欣赏烟火 也有一个音乐的相关的饗宴 绚烂夺目的烟火秀 从水路空不同视野欣赏 带来满满的感动 结合淡水地面景色的主题活动 与民众一起迎新年 2023年第一天 许多台湾民众从跨年夜追到看日出 可惜岛内多地清晨下起雨 山区更是一片雾蒙蒙 墾丁龙盘公园 新竹观物 甚至是阿里山都看不到第一道曙光 虽然天空不作美 但游客还是兴致不减 和亲友互祝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2023年第一天 墾丁龙盘公园清晨三点开始 用近约2000名游客 想要迎接第一道曙光 虽然风大雨大 好几位民众穿着羽绒服 又穿着雨衣 但丝毫不影响心情 今天气候不太好 可能看不到 没关系 就是带小孩一个纪念 毕竟第一次嘛 没办法预料到天气 另外 一群来自板桥的热血大学生 临着雨骑车三小时 也是为了到新竹苗栗交界的官物 想要追曙光 板桥 从板桥骑摩托车过来 骑了多久 差不多三小时 可惜等到天都亮了 也没有看到日出 但这群大学生并不介意 还相约明年再来 看曙光的热门景点之一 台南左镇二辽 今天一早也涌进人潮 只是山区除了雾茫茫以外 也看不到曙光 而阿里山驻山观日平台 也涌进上千名游客 边听音乐会边等待日出 不过也因为天气不好 看不见美丽日出 另外台东泰马里则有游客 选择在新年第一天 上演求婚大作战 现场气氛十分浪漫 还有一群从台北 新竹等地来的游客 纷纷表示 虽然扑空 但仍是很开心 每代血液 从离开人体到重回人体 都要突破重重关卡 每道程序缺一不可 每份爱心 弥足珍贵 人人享有安全血液 我们坚守各自的战场 你一个人在国外 我心里还是挺乱的 做彼此的城池盈磊 你不用什么都自己看 以后我也可以是你的一看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美军印太总部近日发表声明 称中国海军歼11战斗机 对美空军RC-135行机 做出不安全飞行动作 对此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田军李空军大校答记者问 并公布视频揭露真相 2022年12月31号晚间 南部战区首次公布 21号美军机蓄意改变飞行姿态 危险抵近我机的视频 该视频证据是对美军机 此前单方面指责中国战机 所谓危险贴近美侦察机的 有力回应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田军李空军大校表示 美军所被声明 罔顾事实 纯属污蔑炒作 12月21号 美方一架RC-135行机 在中国华南沿海海南西沙群岛 当面蓄意抵近侦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组织空中力量 对其全程跟踪监视 美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 突然改变飞行姿态 对中方跟肩飞机向左挤压 做出危险接近动作 严重影响中方军机飞行安全 严重违背中美海空相遇 安全行为准则 严重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中方飞行员依法依规处置 专业规范操作 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 对地区安全和一线人员安全 负责任的态度 美方蓄意误导舆论 颠倒黑白 倒打一耙 妄图混淆国际视听 我们严正要求美方 约束海空一线兵力行动 严格遵守有关国际法 和相关协议协定 防止出现海空意外事件 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履行 职责使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据台湾上报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 台军计划在2024年 以军购方式 向美国采购100套 弹簧刀攻击无人机系统 目前规划先部署在 特战单位使用 据报道 知情人士称 为配合无人机军队的开发案 民进党当局计划在2023年 除由私有厂商协助军方 开发三类无人机 及五款不同用途 军用无人机圆形机系统外 还期望台陆军同时配备 美制弹簧刀攻击无人机 和台产小型攻击无人机系统 据悉 台陆军已经获得了 台防务部门同意 从2024年编列预算 向美采购100套弹簧刀 攻击无人机系统 目前已经启动建案程序 并对弹簧刀300型 与600型进行评估 弹簧刀攻击无人机系统 分300小型与600大型两款 其中300型含发射器为2.5公斤 并可整合于野战背包之中 由单兵斜行 从部署到发射仅2分钟 600型重约15公斤 含发射器重31公斤 再加上专用遥控站 总重为54.4公斤 需要约2到3个人的 无人机小组斜行操作 且从部署到发射不到10分钟 事实上2020年时 美方就同意向台出售 弹簧刀小型无人机系统 但当时台湾采购重心 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M109A6自走炮 以及美国要求的 海军机动鱼插反舰导弹系统 所以未考量弹簧刀小型无人机系统 近日美国务院批准 向台湾出售价值约 1.8亿美元的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 中方历来坚决反对美国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 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民进党当局将台湾地区 义务议期延长为一年后 又有人提出所谓女性校召的话题 现在民进党及明代范云干脆提出 女性也要跟男性一样服兵役 此番言论也遭到岛内网友痛批 日前民进党当局宣布 将台湾地区一五一期 从四个月延长至一年 2024年1月1号开始实行 除了岛内男性都得去当兵之外 近期引发讨论的还有 女性是否也要强制当兵 要强迫的话 女生毕竟有比较多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说生理期啊什么的 就是男女的身体构造 结构上毕竟是不同的 面对质疑 民进党及明代范云 日前在脸书上发文称 女人不是不当兵 是法规让女人没资格服兵役 她还喊话会提案修改法规 并称自己会很乐意去当兵 现在我们循序渐进 从教招开始示范 女性的军事官兵来预教招来开始 未来再看相关的我们的兵员 以及社会的共识情况 同为民进党及明代的赵天林 有点不敢接话 因为该消息一出迅速掀起岛内反弹 有网友表示 我也想提案 要当政务官或明代 要有当兵一年以上自立 也有网友认为 可以 以后所有的明代官员 部分男女 也全部要去当过兵才能当 还有网友称 就麻烦他范云先来 代表他的决心 甚至有网友直言 看来民进党还嫌输得不够彻底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侯汉婷 侯先生 民进党及明代范云称 要提案修改法规 让岛内女性也去当兵 您认为范云这是想干什么 对于这种提议您怎么看 范云的说法其实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他完全是搞错了 他说现况底下男性有当兵的义务 不让女生当 但其实说错了 因为现况台湾的18万的军人当中 就有2万多是女性 不久之前还有女性身为中将 所以女性要去参加志愿议 完全没问题 范云还说自己也很乐意去从军 那依照现况的法律 他完全可以立刻辞去民意代表 马上当兵 但是他愿意吗 他当然不愿意 鼓吹上战场的 往往是那些自己也不用去打仗的人 那么第二个他为什么要说 当然是为了要转移焦点 因为先前蔡英文真正要面临的问题 就包含延长兵役背后 是不是美国压力啦 那以及是不是两岸更加的危险 蔡英文都是识问虚答 甚至就是说谎话 而延长兵役之后 那么志愿役的相关待遇薪资 如何的来提升 甚至是整个义务役 他的作战 他的配套 他的方案 训练人力 甚至是场地 如何规划部署 目前都是一场空 所以当然 他是用来转移焦点 而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呢 则是要帮忙用来试水温 跟看风向的 毕竟所谓男女皆兵呢 也是美国人曾经要求的 但现况底下一口气 不仅又延长兵役 又要女生服兵役 招致的反弹太大 所以先让范云出个声 来试试水温 看看民众反应如何 因为这一切的背后 都还是美国人所要求 美国人希望什么 那当然是台湾人 越多人去当兵 越多人当炮灰 拖延中国大陆的发展跟崛起 对美国自己 当然是帮助更大 可怜 而我们的民进党统治者呢 完全不为台湾人民着想 只希望让台湾人当炮灰 然后自己从美国身上获得利益 实在是可恶可恶至极 好的 感谢侯先生的点评 2022年 民进党当局税收超征 4500亿元新台币 各界呼吁应该还税渔民 对此蔡英文召开台 安全高层经济会议 经过三个小时的讨论 初步规划 可以使用3800亿元新台币 但有多少能还税渔民 蔡英文今天表示 钱要花在刀刃上 2022年最后一天 蔡版举行台安全高层经济会议 蔡英文率先进入蔡版 紧接着台财政部门官员 台农业部门主管陈吉仲等人 陆续抵达 直到8点48分赖清德到场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压咒 短短5天 两度召开所谓台安全会议 也罕见公布会议时程及内容 蔡英文亲自站上第一线 似乎是要凸显 台湾这些大事 还是我蔡英文说了算 据了解 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 民进党当局 超征的4500亿元新台币 该如何使用进行讨论 外界也关注 民进党当局能否还税于民 经过三个小时的会议 终于定调 蔡英文表示 扣掉给各县市政府的税收后 民进党当局 可运用其中的3800亿元新台币 包含 民进党当局将花1000亿元新台币 拨补劳保 健保基金财务缺口 挤注台电的电价补贴 再花1000亿元新台币 因应全球通货膨胀 最后若形有余力 再拿1800亿元新台币 研议全台湾民众的共享方案 蔡英文说 要未雨绸缪 但对于台湾小老百姓来说 能不能把多下来的税收 以现金或消费券的方式 发放给每个民众 才是最重要的 话说的好听 但究竟要不要发 怎么发 却没有给出结论 经济上呢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收的税 只是问题凸显出 我们的行政失灵 也就是说 我们在预算编列的过程中 有很大的问题 才会导致连两年 预算都超出4000多亿 所以让人民觉得说 政府是不是荷包满满 面对台湾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次国会当中受到重视 贫富差距是台湾社会分歧的开始 有岛内经济专家指出 2022年台湾地区饱受通货膨胀 出口与经济下滑 税收应该会减少 但却发生连续两年超征 意味着民众可运用的资金被民进党当局 以税收名义拿走 在经济下行风险之际 加重景气衰退 显示民进党当局经济治理能力不及格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侯汉婷 侯先生 蔡英文短短5天内 两度召开台安全会议 台美解读 她是要把大权继续抓在自己手里防跛脚 对此您有何解读 首先在短短的时间内 召开所谓安全会议 本身就很荒谬 安全会议 难道是说开就开吗 而且理论上 应该是真正遇到了重大危机 或者国际情势有所批变的时候才召开 比如如果恶乌冲突的时候召开 或者围倒军演的时候召开 这还叫做合情合理 但好像这一周以内 也没发生什么超级大的事情 那就是蔡英文在第一次的记者会上 失言讲错话 然后整天呃呃呃 所以呢才紧张了 那才要召开第二次的所谓安全会议 因此来看这哪里叫所谓的安全会议 根本就是民进党自己的叫党安会议 或者更严格来说叫做蔡安会议 安排跟讨论的重点都是如何让蔡英文自己紧抓权力 他第二次开的安全会议内容是什么 讨论一些经济财政 包含要不要所谓的还税渔民来发钱 但理论上这应该是行政内部自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是苏贞昌的职权 可是蔡英文要开会 那么苏贞昌显然绕不过蔡英文 表示了蔡英文面对这些应该是行政团队做的事情 他自己要掌握主导权 那这也表示了蔡英文显然还不想把自己的权力下放 下放给苏贞昌 也不想要下放给赖清德 还希望紧握住剩下手中的权力 来跟赖清德做最后的搏斗 让英系未来也有机会 能够喘过一口气来之后 继续面临2024的竞争者 毕竟蔡英文担心受怕 他不仅希望要能够安全下桩 更希望要下桩后的安全 他也需要赖清德来跟他谈判 释放出更多的条件 那怎么做呢 当然是现在要抓紧最后的权力跟力量 来做最后一搏 所以显然的一切都是权力上的考量 一点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好的 感谢侯先生的点评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派 我们坚守各自的战场 你一个人在国外 我心里还是挺乱的 做彼此的城池迎雷 你不用什么都自己干 以后我也可以是你的一个 马思纯 白净庭 你是我的城池迎雷 12月22日起 海峡内视 每晚18点35分播出 欢迎回来 继续来看新闻 研制出台湾自产新冠疫苗的 岛内生物科技公司高端 与其母公司基亚 被质疑涉嫌内线交易 台北市零地检署 日前进行搜索 并约谈相关人员 中国国民党即明代 补选候选人王洪威质疑 当时护航高端公司的幕后推手 现在同样在推荐吴怡农 台北市民代补选即将到来 王洪威 吴一农都忙着 故装跑基层 王洪威 是到昨天才知道 吴一农他也今天来冰江市场 倒是没有较劲的意味 吴一农今天生日 有没有想跟他说什么 生日快乐 谢谢 也祝王议员还有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新年快乐 两个人先礼后兵 但一讲到高端疫苗公司 日前被台检调单位搜查一事 立刻擦出火花 当初护航高端的幕后推手 同一批人现在同样的来推荐吴一农 任何的内线交易 是绝对是违法的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民代候选人 王洪威表示 从高端新冠疫苗可以看到 民进党从蔡英文到陈时中 为了护航高端 甚至去阻挡海外疫苗 而高端涉及内线交易 过去也有很多人指控 但当时蔡英文到陈时中 这些护航高端的幕后推手 他们现在同样来推荐吴一农 不是吗 王洪威强调 高端新冠疫苗问题应该解决 而且早就应该解决 所以不知道吴一农 是不是现在才发现高端的问题 而当时大家都在质疑 高端涉嫌内线交易的时候 吴一农有没有勇敢站出来 此外王洪威还批评 当初疫情严峻时 蔡英文持续神隐 却在今年5月31号 高端股票一跌停 就出来开记者会 王洪威质疑 如今蔡英文力挺的高端 涉嫌炒股犯罪 蔡英文要不要出来说明 还是又要躲起来吗 2022年末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特地去拜访 新任苗栗县长中东景 也被人联想 指柯文哲迈向 2024大选之路的起手势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拜访苗栗县长中东景 中东景送了一组 神采飞扬 童心羊 玻璃异品 柯文哲则是回赠自己的书 柯文哲管理学 现任的台北市长 拜会新任苗栗县长 被解读成另类蓝白合作 没有那么政治吧 而且他昨天 只有他带着 他民众党的主委 还有一位是他的以前社会局的局长 就三个人而已 这个跟现在的阵容可能有一点差距 我不认为这么政治 这是中东景第三次跟柯文哲碰面 主要谈的是智慧城市和市场改建 听取台北市经验 不过一样是新官上任 柯文哲没去新竹 看同党的高宏安 却是到苗栗拜访中东景 才更让人联想 是他迈向2024大选之路的起手势 中东景为继脱离中国国民党参选 顺利从议长转任县长 未来和台湾民众党是否有合作空间 也格外引人遐想 2022年末台军再传出意外 台军官兵进行演练返回营区后 清点枪械时发现少了一把手枪 动员所有人力进行地毯式搜索 花了两天才在餐厅找到 事后一查 犯案的是一名张姓忠氏 疑似是和长官不合 故意藏枪 现在他也被撤职送办 台陆军269旅雄狮部队 驻守第六军团指挥部 2022年12月进行演练 不过返回营区时 却传出有枪支失窃 动员所有人力 把整个军营找了一遍 花了整整两天才终于寻获 军中上下当时在找的就是 这款T75K3手枪 14号在清点入库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把 经过整整两天的搜寻 最后在餐厅的后方找到了 经过调查 原来是一名张姓士官 疑似长期跟连上的长官不合 所以才会强强报复 不过蔡英文先前才宣布 将一五亿由四个月改成一年 还要增加实战化课程 这项政策2024年元旦生效 但台军现在却连武器都能搞丢 除此之外 台陆军2022年还传出 有两起军事官死亡案 都疑似和军中不当的领导文化 和管教行为有关 台监察机构报告指出 军中管理后勤 甚至心理辅导都有疏漏 要求检讨惩处相关失职人员 以免让致远役变成不怨服役 军团同步也成立了专案小组 来进行调查 并把全案移请先面对侦办 很快的就锁定嫌疑人 也已经承认犯案 目前证明 士官已经遭到撤职 并且移送法办 台军管理又出现问题 军纪混乱 内部若不做好管理和检讨 恐怕只会引发更多问题 2022年12月30号深夜 台铁连续收到三封恐吓信 嫌犯扬言将在农历春节期间 在松山及南港车站放置炸弹 不仅如此 在恐吓信最后还有署名 并且留下电话及电子邮箱地址 台湾铁路警察局接获报案后 已展开调查 台铁也将加强春节期间的安全警备工作 车站人来人往不少人聚集 尤其假期更是高峰时段 但台铁却在12月30号晚间11点左右 接获炸弹恐吓讯息 一名方姓男子呢 他在永鹤信上面表示说 将会在1月23号还有1月25号 在台铁松山站以及南港站的 第一月台放置炸弹 而且恐吓信还不止一封 嫌犯在第一封恐吓信上写着 要于1月23号春节期间 在台铁松山站的第一月台放置炸弹 第二封信则写道 同样23号下午 要于台铁南港站的第一月台也放置炸弹 而第三封的时间 则是改为1月25号的下午 仅说要放在第二月台 并未说是哪个车站 不过最令警方不解的就是 方姓男子的电子邮件上面 不但提供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还有电子邮件 而我们实际打电话过去 是啊 那是恶作剧的 受害者越说越生气 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姓名及电话遭到冒用 也扬言绝对会提告 台铁接到恐吓信后 已转交给台湾铁路警察局 警方现已根据IP地址追查既见者 春节期间也将加强防护及维护安全工作 案件在持续调查当中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您可以小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今日海峡的官方微信和今日头条平台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相关节目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 我们在这里祝福各位观众 新年快乐 新享事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